目前全台超过5万人居家检疫或者是要隔离 针对部分检疫对象趴趴走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 出门的理由不是自己认定的 为了防病毒进到社区 即便是要看病或者是奔丧通通都不行 最新疫情快爆 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在重灾区的意大利 依旧是没有减缓的趋势 累计确诊已经超过8万例了 而且死亡人数也是突破9000例 累计确诊数超过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 另外英国大家也很关注 因为英国首相强生还有卫生大臣都确诊了武汉肺炎 首席医疗官慧提也也在推特宣布出现了症状 正在自我隔离 每天的疫情记者会改由内阁办公室的部长来主持 西班牙确诊的案例也已经突破了6万例 根据了外媒指出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的表姐 人称为红公主的玛利亚特雷莎 因为感染了武汉肺炎在巴黎世事 现在享受是86岁 刚说到的英国是震惊全世界的消息 也就是他们的首相强生 现在也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并且他是透过了脸书还有推特来发布讯息 说自己的症状很轻微 而且是会来继续领导国家 不过要注意的是他曾经在3月11号的时候 其实是见过英国女王的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那么另外英国的卫生大臣也自行宣布确诊 他说自己的症状同样也很轻 目前在家隔离办公 欧洲现在情况都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就在英国首相强生传出确诊消息之后 现在英国首席的医疗官也表示出现症状 正在自我隔离 详细的状况连线给国际中心记者徐晓晴报道 他们累积确诊数就已经有9332例 大邱市就占了6000多例 而且最近大邱市长全永珍 疑似是因为过度劳累 前天在市议会议程结束之后 跟议员争论时突然晕倒送一急救 冤方为了他做了病毒检测 现在结果还没出炉 大家都相当关注 不过大家都大战台湾的防疫 结果现在似乎在国际上的形象已经损伤了 原来是有人抱怨台湾的警议所 还向媒体投诉 这下子连补偿金都没有得领 因为就是形容警议所向监狱的这对英国情侣 虽然他们已经道歉了 但是指挥中心在昨天晚间也已经发布了新闻稿 表示这对情侣透过媒体发表了不实的言论 而且恐怕会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 以及防疫工作 所以现在防疫补偿金是不能领了 他们戴上口罩 零检辖区内的酒店 以及KTV等等23处场所 避免这家检疫隔离者爬爬噪造成恐慌 医师反映了空服员的健保卡 查卡之后不会出现旅游史担心成为防疫漏洞 民航局昨天即日起也正式要求货机机组员返台后三天内 还有客机机组员返台后五天内要落实居家检疫规定 不得派飞跟外出 机组员如果违反规定 也将直接列入14天的居家检疫管制内 好就是因为我们早就把全球的旅游疫情提升到三级了 所以所有返台的旅客都不需要居家检疫14天 只有航空公司的机组员被排除在外 引发了不少争议 就连空服员自己都很担心成为防疫破口 另外还有医师反映说 空服员就是因为职业的特性 所以就医时插健保卡 查不到国外活动时资料 受疫情的冲击 过去30年来不曾停办的中职明星赛 今年确定取消 此外联盟开幕战几乎确定完全不开放球迷入场 将是历年第一次开幕战零观众 交给华仙